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纠摩罗史 纠摩罗史对中国佛教的主要贡献是在翻译经典 他把这个当时候印度龙树菩萨提搏盛行的这个大乘佛教 尤其是中根学说引诫到我们中国佛教来 那么就摩罗史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翻译界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杰出表现 主要归功于这个第一就是有这个道安的一个铺路 这个当道安到了长安之后 他就建议前请福坚前去呢 这个引起这个纠摩罗史 同时道安在长安主持议场的时候 也这个培育出呢 这个一批懂得放稳的年轻出家人 可以说是为这个纠摩罗史来到长安主持议场的这个人才啊 打下了一个基础 那第二个呢就是纠摩罗史来到长安之后 得到这个后勤姚新皇帝的一个付词跟支持 是中国第一个官方的议金厂 那正是因为他有这个官方的一个支持 就能够吸引很多的这个优秀人才前来呢 这个参与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议金的工作 那号称呢这个有这个官宗世圣 官宗世圣 老的呢就有这个道隆跟生瑞 那年轻的呢就有这个足道生跟生肇 号称为官宗世圣 还有这个八郡十者之称 那这些优秀的人才呢 都是诸方英杰 一史之杰啊 可以说当时的一个名将 对于纠摩罗史呢 这个翻译啊 提供了很大的协助 也因为有这么一批优秀的翻译人才啊 这个纠摩罗史 他这个官方议场啊 可以说是分工精细 这也是纠摩罗史在翻译上面的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 那当然纠摩罗史本身的一个杰出优秀 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在这个梁生又出三战记集里面 他就有记载喔 这个翻译来到了这个 纠摩罗史法师 可以说是 就是到了这个纠摩罗史的时候 可以说是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典啊 在这个中国佛教呢 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之后的这个北梁的唐吴秤 传入的这个涅槃经也好 佛陀巴陀罗呢 在这个道场式翻译的这个华言经也好 词里便唱名誉日月 观其为意啊 祭轨省公寓 就是即使是唐吴秤也好 佛陀巴陀罗也好 他们的翻译呢 基本上呢 也都是遵照着这个 纠摩罗史所立下的翻译体力下来 立下的一个规则了 后面的翻译这个大家呢 几乎都是继续的 纠摩罗史所立下的这个翻译的体力 在进行的 所以就以纠摩罗史做一个分界 纠摩罗史以前叫旧义 纠摩罗史之后叫新义 纠摩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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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文章摩罗史 这个中文字的有纠摩罗史 纠摩罗史 这个墠摩罗史 还有这个玄摩罗史 以及这个来自我 的以前代行工作 纠摩罗史 創立了前所未有的一個傑出貢獻 因為鳩摩羅史他的一個翻譯的地點 可以說大部分是在關中長安 而他本身最主要的一個貢獻 也是介紹了當時候印度盛行的這個大乘佛教 尤其是榮術提博的宗觀學說 所以他的一個鳩摩羅史所傳錄的這個學說 又有這麼一個特定的名稱叫關河所傳 關河所傳的大乘榮術學說 這樣一個專有名詞來 專稱鳩摩羅史在長安關中所翻譯的這個佛教經典 有這麼一個名稱 這樣的一個名稱 那因為有這麼多的一個優秀人才來協助 鳩摩羅史翻譯 又是一個官方資助的一個國立譯場 因此在這個翻譯場上面就可以分工精細 就可以分工精細 主要有這個譯主 主要有這個譯主 就是主持翻譯場的一個工作 是這個譯場的一個靈魂人物 那當然就是以鳩摩羅史為主 那當然就是以鳩摩羅史為主 筆壽就是將範文翻譯成漢語 還有一個就是論文就是論筆論色 正義就是平量這個範文還有教刊 教定這個經文等職務 這個規模之大可以說是實屬難以見 依據這個當時候的這個 只要有一本經典翻譯出來之後 這個稻籠也好或是深造也好 乃至於這個深瑞他們都會對這一部經典的這個給予做序文 那根據這些種種的序文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鳩摩羅史翻譯大品波勒經也好 或大字式論 大字式論就是這個大字度論 參與的人數就有五百位 在翻譯這個維摩傑所說經 參與的人就一千兩百位 廟法蓮華經的時候 多到了兩千餘位 所以這個極障大師說 這個鳩摩羅史的議場 最多就達到有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 當然不是說三千多人都直接參與這個議場 有些人是主要是來聽這個鳩摩羅史 在這個翻譯的同時 也會對這個翻譯做講解 做講解 那這些也都算是在這個 這個鳩摩羅史議場裡面的人 所以這個人數最多有達到這個三千多位 那因為有這麼多的人數 這個姚欣就不得不設置這個升官 升主這樣的一個制度 來管理出家人 那這個我們在上一節課的這個升官制度裡面 就有跟大家做介紹 那姚欣他主要就請這個升契 升契為這個升主 升遷當月仲 然後法親會兵 這個掌管這個身路 那這個升主月仲身路 就是姚欣時代 姚欣時代的一個升官制度的這些 這個出家人的一個官子 那因為這個 這個鳩摩羅史呢 他雖然在梁州的時候呢 被呂光囚禁了十八年的這個時段 在那邊學習中文 但是呢 畢竟呢 羅史在這個漢語的程度 還是有限 還是有限 在這個翻譯的時候 未必能夠翻譯的貼切完美 但是呢 就是因為這個鳩摩羅史本身的一個 負責任啊 有這個承擔力 以及呢 他有這麼多優秀的翻譯地址來協助 教定修改 所以這個鳩摩羅史的這個翻譯的經典啊 大部分呢 都為人所這個稱讚 為人所佩服啊 那也在這個 中國佛教的這個經典裡面呢 也可以說是有好幾本啊 都流通的自為廣泛啊 像金剛經 華華經 維摩結經啊 都可以說是以鳩摩羅史的版本啊 流行的最廣 流行的最廣 那在這個高僧傳的《易經總論》裡面 他就有提到這一點 他就有提到這一點 他說 他說 這些優秀的翻譯人才啊 翻譯弟子 就是說明這個鳩摩羅史 在這個翻譯經典上面 能夠取得這麼優秀傑出的一個成就 最主要的原因啊 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在於善用人才 善用人才 那這個在後面 我們會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解說 那最主要在這個 鳩摩羅史為什麼 他的這個翻譯 他不是在這個漢語方面 能夠很通達 在這個深造的百論序裡面 他就有提到說 先雖輕易而方言未隆 都是有這些翻譯的這些弟子 在一本經典或經論翻譯出來之後 都會寫序文 在這個序文裡面 都會記載著當時候翻譯的情況 那裡面他就有提到說 這個鳩摩羅史啊 雖然都親自主持這個翻譯 但是呢 翻言未隆 就是說他對於漢文 比較深層的一個意涵意理 還不是很清楚的了解 清楚的了解 所以我們才能夠說 這個鳩摩羅史啊 他對於這個翻譯 這個漢語這一方面 不是他的一個很傑出的這個專精 但是就是因為他善用人才 善用人才的一個協助幫助 才使得他在這個翻譯界上面呢 能夠取得這麼一個優秀的一個成就 那正是因為 那正是因為 周摩羅史在這個漢語方面 方言未隆 所以這個 這個安城侯 遙松 及禮魏沙門 禮魏沙門就是這個義理 義理方面的這些出家人 這個關中啊 就是在這個義理方面的一個 翻譯經典也好 講解經典也好 可以說是非常的盛行啊 這是義理沙門 禮魏沙門 這是指這個義理方面 那麼與神考教正本 陶煉復書 物存論子 使質而不也 簡而必義 忠字化而 無堅難移 這質而不也 簡而必義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他隐居了這些文詞的這個華麗 華麗 然後這叫子 那麼不也呢 就是簡去這些朴佐 所以說 他就是他的這個 翻譯的文詞啊 可以說是 沒有很多的這個華麗的言詞 但是呢 又簡掉了一些朴佐的語詞 所以叫子而不也 那麼什麼叫簡而必義呢 就是呢 這個重複 重複呢 他把它呢 簡審下來 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個重複 叫簡 俠文必乘禮 叫義 就是這些呢 都是有經過這個考據的 有經過呢 這些的義理上的一個 辨別 考證 叫簡而必義 是有根據的 不是胡言亂語的 所以自然而然呢 在這個 朴摩羅斯的這些翻譯裡面呢 就有這樣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一個翻譯 直而不也 簡而必義 那麼在森瑞的大制度論 大制式論序裡面 也有提到 他說法師就是朴摩羅斯 於琴語就是我們中文 大格為則一網 就是他的翻譯啊 跟一般普通一樣 沒有什麼特殊的 但是這個方言書號 由格而未通啊 就是他對於中文的這個義理啊 深層的義理 他還不是很能夠了解 還不是很通唱很通打 從這 深造跟深銳的這個序文裡面 都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朴摩羅斯的這個翻譯啊 他的這個中文的造譯啊 並不是很好 並不是很好 但是呢 就是因為他得利於 有這麼優秀的一批 中國翻譯人才啊 這個翻譯地址的一個協助啊 才使得他呢 這個翻譯能夠這樣的一個 翻譯的很優美很通唱 乃至於在這個 深銳的這個詩譯經序裡面 他更提出了一個具體的 他們在翻譯的時候的一個具體例子啊 就是說這個詩譯經 詩譯經 他為什麼翻譯成詩譯經呢 就是此經是天主正因啊 叫是彼佩莎真諦 這個彼佩莎真諦呢 是這個他方犯天 這個蘇特妙義菩薩的稱號 那麼 喬摩羅斯在翻譯這一本經的時候 其實他也在鄉的這個斟酌考量 那良由未被情言 明史之變故 因為他對於中國文呢 這個文章文詞呢 還不是很了解 很了解 所以在這個翻譯上面呢 他自然而然沒辦法 很貼切地翻譯過來 那照這一本經而言呢 最主要 這個諸摩羅斯 為什麼會翻譯作 這個詩譯經的這個譯字呢 他具有超絕 書譯 妙拔之稱啊 那麼詩呢 他就有敬業高盛 自搶不喜之名啊 但是呢 雖然他有這樣的一種名稱 這個申銳 他還是認為說 這個舊稱詞的這個翻譯啊 最為恰當 最為恰當 就是查其語意啊 會起名字 當是詩譯 非詩譯 但是因為這個 這個諸摩羅斯 他對於中文不是很了解 他就把它翻成為詩譯經 詩譯經 但這都是 從這些案例 可以知道說 這個諸摩羅斯的一個翻譯上的一個 他對於中文的一個了解 還不是很深入 尤其是在這個申銳 他在翻譯這個 《法華經》的時候啊 他擔任詩摩羅斯的這個參政 那之前《法華經》就已經在這個 西晋的主法府 他就已經翻譯了這個 《正法華經》的這個授絕品裡面啊 就翻譯成 天見人 人見天 那麼詩摩羅斯認為 作為這個主法府這樣的一個翻譯啊 是把意識翻譯到了 但是太過於質譜了 太過於質譜了 那麼申銳呢 他就把它稍微修飾一下 修飾成 這個 江碑人天交接 兩德相見 這個文詞就很優美了 又能夠表達這個意理 意識出來 這個詩摩羅斯看到這個申銳啊 把這個主法府所翻的天見人 人見天這樣的一個翻譯詞 把它修飾改為 也將悲人天交接兩德相見 這樣的一種翻譯修飾啊 感到很滿意啊 很高興 所以這個詩摩羅斯就很高興的說 史蘭很讚許 申銳這樣的一種修飾啊 那也可以看出這個申銳 在這個翻譯方面的一個領悟標出啊 可以說是非常的一個傑出 非常的傑書 那麼 那麼 詩摩羅斯呢 他是一個很 當時候的一個 大師級的人物啊 但是呢 他的一個弟子 森瑞啊 卻能夠對詩摩羅斯 提出這樣的一種批評啊 也反映出當時候啊 這個長安 詩摩羅斯聲團的一個翻譯啊 的一個良好的學風啊 就表示這個詩摩羅斯呢 他雖然是一代大師啊 但是呢 他能夠接受弟子的一個批評啊 弟子的一個批評啊 這樣的一個 寬闊的胸襟啊 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非常的一個不容易 所以這個學界啊 對於說這個 這個 詩摩羅斯的長安議場 能夠接受 深淚 對詩摩羅斯這樣的一個批評 反映了當時的一個良好學風 良好學風啊 那麼這種現象其實 在這個 唐朝玄奘大師的時候啊 唐朝玄奘大師的時候啊 也是有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也是有遇到這樣的情況啊 這是在唐朝這個 金兆長安大慈恩寺的這個 法寶法師的傳記裡面 也有提到齁 這是法寶 他是這個 玄奘大師的一個高主 在這個幫助玄奘大師翻譯裡面呢 他也是具有跟深淚這樣的一種功能 中人 就是在這個 玄奘大師翻譯的時候啊 這個翻譯這個 筆薄沙論結束之後 那麼這個法寶呢 他就有提到齁 他就有提到說這個 十二句四句為範本有無 就是在這個翻譯的時候啊 他就提出這個 玄奘大師說 這兩句四句 在這個範本裡面 有沒有這一句話 那麼玄奘大師也很坦白 他說沒有 是無以異異著情做 是玄奘大師呢 他在翻譯的時候呢 以他個人的了解 以他個人的了解 對這個經典的義理呢 酌情增加的 酌情增加了 所以這個法寶他也不客氣的 就直接回答這個玄奘大師說 師其以以凡語 增加聖言量夫 這講的這一段還可以說很直接啦 也很不客氣啦 法寶他直接 直接跟這個玄奘大師說 師父啊 你怎麼可以用這個凡夫的這個語詞 來增加聖言量呢 你豈能用自己的理解 然後給予增加語詞呢 所以這個玄奘大師聽到這個 法寶這樣的一個直言啊 直言啊 他也就接受 師言不行我知之以 這個玄奘大師他也有這個寬闊的這個度量 也接受了這個法寶法師的一個直接的一個批評 然後呢 他就把他這個增加的語詞把它呢 拿掉 拿掉 所以這個宋高僧傳裡面啊 他有這麼一個稱讚讚語啊 他說 十光寶二法師 若審門之融瑞焉啊 意思說這個法寶啊 法師啊 他也跟這個 就摩羅斯時代的這個聲類一樣 對於這個大師級的人物 在一個翻譯裡面呢 他覺得有哪些不妥的地方呢 這個當弟子的人呢 也這個依法不依人啊 也是直接呢 就跟這個師長啊 直接提出見言啊 提出見言啊 所以這些都可以從這些案例裡面啊 也是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 一個大師級的人物啊 之所以有一個大的成就 跟大的一個美誼啊 其實背後 也都是要具有這麼一個寬闊的度量跟胸襟 能夠接受弟子們的一個建言啊 建言啊 那他們已經呢 有這麼樣的一個形成的一個 接受批評的一個學風啊 自然就能夠呢 帶動這樣的一種好的學風呢 也能夠成就一般的一個工業啊 一般的工業 這是這個法寶 在對於這個玄奘大師的翻譯方面 他也具有這個 像諸摩羅什十號的這個聲類一樣 這樣的一個功能 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另外一個光是指這個普光 普光 普光也是這個玄奘大師的一個 翻譯上面的一個得利助手 得利助手 所以在這個宋高僧傳裡面 唐經召這個長安大慈恩寺的普光傳裡 他也有提到說這個普光法師呢 他是左右三藏之美光有功焉啊 就是在這個玄奘大師翻譯上面呢 這個普光法師呢 他可以說對於這個玄奘大師的翻譯啊 具有很大的一個功勞啊 很大的功勞 尤其是這個玄奘大師 尤其是這個玄奘大師 在玉華宮翻譯大波羅經的時候呢 絕功初夫悲戰也十號大秤光 尤其是在翻譯這個大波羅經的時候呢 這個普光法師呢 更是呢 具有舉足輕重的一個貢獻 當時候的人呢 就稱讚這個普光法師為大秤光 玄奘大師翻譯的這個經典呢 十之七八啊 是這個普光比獸 普光比獸 所以這個一個大師級的人物 其實背後啊 都有一個傑出的弟子來協助啦 傑出弟子來協助 那另外一個案例呢 另外一個案例呢 就是呢 這個玄奘大師啊 他對於不熟悉的經典呢 他也很慎重喔 他也不敢情帥 草率 就是在玄奘大師晚年的時候 要翻譯這個華顏經的這個 史地平的這個十柱經 這一部經典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他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 那麼在這個搖心呢 要求這個玄奘大師把這個十柱經 把他翻譯出來的時候呢 經過了一個多月啊 經過了一個多月啊 去把這個佛陀耶穌呢 把他請來長安 那這樣呢 有這個佛陀耶穌的一個協助幫忙啊 諮詢啊 他才敢把這個十柱經把它翻譯出來 那這個搖心呢 也接受了九摩羅斯的建議啊 去把這個佛陀耶穌把它請過來 請過來長安 那麼九摩羅斯有這個佛陀耶穌的 這樣一個協助 跟有的可以諮詢 詢問 他才敢把這個十柱經呢 把它翻譯出來 而且翻譯的可以說是翻譯得非常好 所以倒數三千餘人呢 皆嘆其當要 就是覺得說這個 九摩羅斯在這個十柱經翻譯得非常的好 這是九摩羅斯 他在這個翻譯上面 可以說也是非常的慎重 那這一部分呢 在後面的這個佛陀耶穌的傳記 我們也會再做重複詳細的講解 在這裡只是以這些案例 來提出給大家知道說 這個九摩羅斯在這個翻譯上面 他的一個謙卑 謙卑的一個態度 謙卑慎重的一個態度 那因為當時候的這個翻譯啊 不只是翻譯而已 他還同時呢 這個九摩羅斯必須要做一個講解 做一個解釋 同時也回答呢 這個在場的聽眾 不管是出家人也好 在家信徒也好 提出的這些問題 所以當時候這樣的一種議場啊 又稱為講經形式的議場 講經形式的議場 也正是因為 有這樣的一種翻譯經典 講解經典 回答問題的這樣的一種翻譯場 講義啊 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佛學人才啊 在這個南北朝時候 幾乎南北方啊 都有九摩羅斯的學生 像這個道龍 森瑞 惠光 惠炎 他們後來都到南方 都到南方發展 也等於是把這個 這個九摩羅斯 所翻譯出來的這些經典呢 帶到南方去 所以才會說 在這個中國南北方呢 都有 他的一個水深 推動了這個佛教的一個澎湃發展 那也因為九摩羅斯 有這麼多的一個 好的 因緣條件的一個聚合啊 他在這個翻譯工作上面 不讀做得很快 他的一個翻譯的品質啊 也相當的好 相當的好 在這個技術方面 內容方面都十分的一個正確 所以說在這個中國佛經翻譯史上呢 獨不空前 前所未有 開闢了中國異經史上的一個新紀元 所以生幼的出三藏紀紀才會說 這個九摩羅斯之前的翻譯叫舊意 那從九摩羅斯之後 叫做新意 就是指這個九摩羅斯在翻譯的體力上 他可以說是立下的一個典範啊 幾乎後面的翻譯大家呢 幾乎都循著九摩羅斯翻譯的軌跡 這個軌跡在進行啊 這個分水嶺 分水嶺 那麼這裡面就是最大的一個成就 就是因為九摩羅斯呢 善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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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這個劉邦啊 這個公安故事啊 可以說大家應該都會聽過 聽過就是有一天劉邦啊 就跟這個韓信啊 在討論這個 漢的這個將領 漢的這個將領 那麼劉邦呢 他就問這個韓信啊 因為韓信帶兵啊 很出名啊 很會帶兵 所以這個韓 劉邦就問韓信啊說 像我如果當一個將領 那麼我能夠帶兵 能夠帶多少 那韓信他也很不客氣很直接啊 就回答這個劉邦說 說如果陛下當將領帶兵啊 不會超過十萬 不會超過十萬 那麼這個劉邦就覺得很懷疑啊 他就訪問韓信啊 那如果是你呢 你帶兵你能帶多少 沒想到這個韓信啊 沒想到這個韓信啊 他也很誇口 他說呢 陳多多益善 那這個劉邦就問啊 你帶兵是多多益善 你怎麼會被我這個帶兵 只帶十萬的人所用呢 那這個韓信說 那這個韓信說 是一學習來的 所以這個善將將 這個公案啊 劉邦跟韓信的對話 這個故事啊很有名啊 很有名 所以劉邦自己本身呢 他也在這個打下天下之後 打下天下之後 他自己做一個回顧啊 做一個檢討 他就曾經說啦 說 運愁為臥決勝千里呢 我不如張良啊 那鎮守國家安撫百姓啊 攻擊軍糧通暢良道啊 我不如銷河啊 運兵百萬戰必勝功必克 我不如韓信 但是呢 能夠任用這三位傑出的將領啊 調動他們的村民才智啊 這是我呢 劉邦可以取得天下的原因啊 善將將 而向羽呢 他只有一個這個 謀臣犯征都用不好 就是犯征到最後也被這個 向羽啊 所摒棄啊 所摒棄啊 不用了 那時候劉邦就說 向羽就只有一個謀臣犯征啊 這個犯征啊 他都用不好 這就是向羽失敗的原因啊 那我們說這個 向羽的才能啊 可以說比劉邦啊 優秀好幾倍 優秀好幾倍 但是為什麼天下 卻不是向羽拿到的 反而是這個劉邦取得的呢 劉邦的才能遠疏向羽 但是卻是劉邦取得天下 最大的原因啊 就是向羽他能夠善於運用人才啊 善於運用人才啊 就還能夠成就一番的工業 而這個向羽呢 他就仗著自己的這個能力啊 很卓越很優秀啊 不能用人 不能用人 容納不下人才啊 都要寬靠自己啊 就反而呢 使得向羽呢 他沒辦法 聽從其他人的一個見言啊 都是呢 這個 乾必自用啊 自以為是啊 最後呢 沒辦法 在這個烏江呢 就 自我了斷啊 自我了斷啊 愧對 這個江東父老 所以這個 從這些 歷史典故啊 都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善用人才 培育人才啊 才能成就一番的事業 那麼人才呢 要培育 而身為一個人才 也自己本身啊 願意成為人才 因為師長呢 無不希望能夠培育這個人才啊 但是人才本身也要有那份承擔力 跟發心 願意成就人才啊 如果人才自己本身呢 認為說我就這樣就好 那麼師長呢 即使付出了再大的一個 心力要培育人才啊 人才他不願意成為人才啊 師長再怎麼樣的一個 照顧啊 培育啊 也是有限的 也是有限的 所以這凡事啊 都必須要主客 主客啊 師徒啊 都必須要能夠因緣俱主啊 才能相得益章啊 這個師長 有優秀卓越的能力 願意呢 有這個寬過慈悲的 胸襟培育人才 培育弟子 但是身為弟子的人呢 也願意有這樣這個發心 跟承擔力 願意成為一個人才 那麼呢 自然而然呢 就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人才 如果弟子呢 就只是呢 固步之風 自以為這樣就好 那麼即使有師長的一個培育 也是沒辦法成為一個人才喔 所以凡事呢 這在後面呢 這個 會員 的一個書信裡面 他就有提到這一點 那我們佛法講的 凡事啊 都是要因緣合合啊 因緣合合 才有辦法呢 促成一樁的一個美式啊 促成一樁的美式 那麼我們 從這個 揪摩羅什 在這個翻譯 廠上 能夠善用 人才啊 來成就 這一番的一個翻譯的一個大業啊 就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跟這個劉邦 善用 張良 蕭和 韓信 這些將領 的道理 一模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 佛法不離世間法 世間法的一個道理啊 其實呢 佛法的道理 是相通的喔 是相通的 那這一點呢 就是 從這個劉邦 的一個善將將 可以讓我們 了解到這個城的一個 深意 深意 那因為 這個 促摩羅什 他的這個議場呢 是因為有這個 皇帝 這個 姚欣 的一個 全力支持啊 成立了這麼一個 國立的一個 議金場 自然而然呢 就吸引了很多優秀的人才呢 前來呢 協助啊 那這個 這個 促摩羅什的這個 長安議場裡面 參加翻譯的 最主要有四類的人 第一類人 就是促摩羅什本身 他是議主 他是這個 主持這議場的主要人物 及其弟子 像這個 森瑞道榮 森兆 會官 會言 總總 這些都是 促摩羅什的一個 得力助手 那第二類呢 就是 與促摩羅什同時期 進入長安的 這些西域 或者天主高升 也有同時 在這個時候呢 進來長安呢 也是呢 姚欣也都請他們呢 來翻譯這些經典 像這個 促摩羅什 像這個 佛陀耶穌 像這個 佛陀巴陀羅 這些都是 差不多 跟 促摩羅什同時期的 聽到促摩羅什在這個 長安 住此議場 他們也都 前來長安 那麼姚欣也都請他們呢 來翻譯出他們的各自 帶來的 各自專場的這個佛經 那第三類人呢 就是 這個 皇室成員 最主要是姚欣 姚欣他本身是一個皇帝 但他對於父祠三寶 可以說不遺餘力 而且他本身呢 也參與了 這個羅什的這個翻譯的工作 那除了姚欣之外 他的一個弟弟 這個姚崇 也有參與 這是第三類人 黃氏成員 第四類人 這是長安申署 這類人呢 大部分呢 主要是參與這個議場 的這個講解 跟提問 這四類人呢 是這個 促摩羅什長安議場的 最主要參與的四類人 四類人 那麼 異主 當然就是以 諸摩羅什為主 他主持這個議事 那諸摩羅什呢 是少數 通曉漢語 西語 跟泛語的人 而且本身又熟悉 這個佛典佛禮 他就負責呢 這個語記的一個轉範 口譯經文 還有呢 解釋 原經 跟呢 口譯的一個內容 甚至接受這個在場的聽眾 的一個提問 跟教隊審定這些議文的 最後工作 那這是議主 當時的議場 就叫做講經形式的議場 講經形式的議場 那除了負責議場之外 他也 促摩羅什也領導議場 這其他人對於這個 翻譯上的工作 有意見有所差 這個出入的時候 有意見不合的時候 基本上呢 他們也是服從了 揪摩羅什的一個決定 比方說這個聖瑞 聖瑞其實在 還沒有到長安 進入揪摩羅什的 這個議場之前呢 他就已經有協助到安 翻譯經典了 因此呢 這個聖瑞在這個大品經序裡面 他就有提到說 他在執筆的時候呢 三為王師 五師及三不義之會 就是聖瑞 在進入長安的這個 揪摩羅什議場之前呢 他就已經有協助這個道安 一指道安 來翻譯經典了 而這個王師之子的這個道安 那道安在這個翻譯方面呢 他提出了這個 翻譯上面的一個 五師跟三不義 這樣的一個原則 那聖瑞呢 剛開始 他也是遵從的 道安所立下的這個 五師三不義 這樣的一個翻譯準則 但等到他 這個參與了 揪摩羅什的這個翻譯的時候呢 他也服從了這個 揪摩羅什翻譯的一個要求 就是說 文衰左右 而子不為中 意思呢 就是呢 要注重這個經典的義理 而不注重這個經典的形式 經典的形式 叫文衰左右 而子不為中 這對於經典的義理 為主要的考量 主要的考量 反而這經典的 這個翻譯的這個形式呢 就比較其次了 比較其次了 遂謹受案 亦敢當此任 就表示說這個聖瑞 他原本是遵從著 這個道安的這個 五師三不義這樣的一個翻譯準則 但是等到他參與了 羅什的這樣的一種翻譯之後 他接受了羅什翻譯上的一個改變 叫做文衰左右 而子不為中 這著重在義理上的一個呈現 而對於形式上面 就不那麼樣的重視看重 那第二點呢 就是遙心 要求這個 這個 他也只是把這個龍樹的 這個大制度論 把它 結義而已 而沒有權益 沒有把它全部翻譯出來 那麼遙心呢 他也不要求這個 這個龍樹 他也是尊重這個龍樹的決定 從這些都可以看出說 這個龍樹在這個翻譯場上 擔任這個主義的工作呢 其實其他人呢 基本上都還是尊重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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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當時候 這些優秀的 翻譯人才呢 大致呢 有這個 道龍 在這個道龍的 傳記裡面呢 他有提到說 這個 這個 看到道龍之後呢 就告訴遙心說 卓見龍功 富士大齊 聰明是子 那同時在這個 揪摩羅斯 翻譯出這個 法華經的時候呢 那麼 道龍 他有講這個 講解法華經 揪摩羅斯聽了之後 也稱讚說 佛法之心啊 龍齊人也 這些都是 反映出道龍的一個 這個 在這方面的一個才華 那第二個 那個聖瑞 聖瑞呢 就是尤欣 他問他的弟弟 姚松 說瑞功如何 姚松說 時夜未知松柏 等到尤欣看到這個聖瑞之後呢 就告訴尤欣說 乃四海之標嶺 何讀夜未知松柏 這更進一步啊 是稱讚聖瑞 那 那 喬摩羅斯翻譯誠實論之後呢 這個聖瑞他也有講解 這個聖瑞 這個聖瑞就稱讚說 無傳異經論 得與子相遇 這是相遇 真無所恨 這個可以說是聖瑞 是這個 這個聖瑞 這個聖瑞 不懈指 持當相遇 就是我的見解呢 不輸於你 但是呢 我的文詞方面 可以說是還是佩服你啊 就表示說聖瑞羅斯在這個文詞上面呢 還是不如深造 持當相遇 相遇就是佩服 甚至聖瑞羅斯呢 他也稱讚說 情人解空第一的 身造其人也 這是稱讚身造 譚瑞呢 也是一樣 這個聖瑞羅斯告訴 姚欣說 酌見隱公啊 亦是此國風流飆望之深啊 那麼 諸摩洛斯翻譯誠實論的時候呢 這個 譚瑞 他也把他呢 做一個整理 諸摩洛斯他也 非常的稱讚 他說大善生得無益 道橫道標 一度呢 被這個搖心啊 希望他們能夠緩屬啊 能夠緩屬啊 因為道橫道標有 經國之量 希望這個姚欣 那希望兩位 都能夠緩屬來 幫助他呢 治理國家 治理國家 那這五六位呢 都可以看出說 當時候的這些優秀人才 那我們下一屆課呢 再一一講述這些 協助諸摩洛斯翻譯的 這些優秀弟子的一個 傳記啊 生品啊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 一個介紹 我們下一屆課才來講解 封止中華護身協會 封鎮華波 沛名 中華護身協會 华波帐号42138483 42138483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因生卫生胎儿 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恶行乘一百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年度共生 护生总会下 12月28日星期四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前夕 举办精进佛医 早上9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12月29日星期五 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心意法师 柜台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勋习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秋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业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112年度功德总回向 三十系列 护生暨蒙山诗史法会 日期12月30日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主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地点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七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勋习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文中 文中声 烦恼轻 智会长 菩提声 离地狱 出破坑 愿成佛 度众生 欧家罗地耶 索哈 欧家罗地耶 索哈 欧家罗地耶 索哈 晨昏 于行柱 坐卧间 一文终生时 急送此寄咒 古得云 文中 卧不起 护法 善审称 现前 简 护会 后事 堕舌身 2 地区 时 全部 诀 糟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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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